当孔子回到鲁国的时候 已经69岁 阮伯牛在孔子回到鲁国的时候过世 所以阮伯牛也63岁以上的人了 虽然不是找妖 可是他得的是麻风病 麻风病在古代是不吉祥的 不能像一般善人一样寿终正寝 所以孔子充满了感叹 除非对命运的道理了解 才能对眼前释怀 那论语上说到说 阮伯牛有吉 这个吉就是麻风病 只问之就是去探问阮伯牛 那自有之其手 就从窗户升军去 那阮伯牛的手说 无知命以乎 无知就是没有这个道理 君子没有这种道理 就是遭遇这种恨祸 那是天命吧 是人也而有私疾也 这样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病呢 是人也而有私疾也 这样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病呢 从说两次就是对阮伯牛一种感慨 当时的麻风病是被当成传染病的 孔子去看病的时候 当然家里面不想让孔子进去 被传染 所以孔子只好从窗户伸手进去 那孔子说的这番话 就是私人也而有私疾也 这番话其实是替染伯牛的这种开探悲哀 这么好的人怎么会得这种病呢 但是也说明了这是天命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所以才会说命以乎 那命以乎就是天命吧 是不是 这里面也反映出 染伯牛跟孔子都知道这是一种天命 必须要安命 君子才担得起命以乎这三个字